红终出口 宝极高颖 知道吗 再黑再白从来不平等的 你要他平等的 你要他平等的叫妄想 就像孔子咒优列国 那是妄想 你要他平等 天下大乱 你要他平等 就是老子讲说徒劳无功 信中早就平等嘛 你知道是镜子就是平等处嘛 所以平等当下就是照差别时嘛 在差别处你不知道静体 那就永远不平等 你知道静体 那何妨它差别 你要刻意让它不差别 我反而就说 你刻意让它不差别 我是不是马上就肯定你 你还是多分留在向上 这个体会得出来吗 你有很多心中的力量多分还是留在向上的嘛 你才要刻意让它差别不差别 你根本不在向上 根本不停留在向上 你为什么还在向上说差别不差别 平等不平等呢 这就是你每天审视回光的地方 你每天在这边不断的反省的地方 不然出家人在哪里做官 所以有人说 怎么用 天天怎么用 就现在开始用啊 每天观想啊 每个念头几处你都要知道是决心啊 连吃饭酸甜苦辣你都不要忘记它是绝啊 所以道理懂了 下手处还是什么 还是南传最基础的 但是因为理路不同 你将来所得的心中所振的果地不一样 只是如此而已啊 所以不跟你讲大圣的根本心性之中的本来面目 你虽然一天到晚在促进上面 觉得是谁 觉得是谁 将来你突然发现有一个能觉的亲近 你不过就是堕在能觉 背里所觉 那有的时候不单不能正果还是外道而已 更何况南传还是什么 南传的法门啊 它还不是谱门啊 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教的 沙咪还没有受戒听法就叫道法 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教的 所以一些在家菩萨会干什么 那怎么能够去听你讲法呢 你在那个促进上 你前方便就是促进就是脚中踏地的时候 那种洞中 那种感受里 你在前方面都不懂 道理不懂 前方便也没有 前方便就是什么 它出离心要现前 它不静观要观察 出离心现前是什么 每个感受 你当你感受时 它不是多在感受的 它都是跳开感受在看它 它叫出离心现前 假如你出离心根本不现前 你在那个处境中突然踩到东西 哎呀 如同棉花 那一念 过去你念念执着 这一念你马上堕落 就叫走火入魔 虽然可怕 大家能够体会那个可怕吗 你根本没有处理啊 你根本连信中道理不知道啊 你在洞中那些摻的时候 摻摻摻 突然感觉到 有一个感觉不一样了 你就马上执着了 因为那个执着就是你平常用的 众生用的执着就是天性啊 你就执着了 所以在那边望说 我挣一国了 我挣二国了 我挣三国了 对吧 最后都是烂苹果 还有可振 那都是出离心不现前啊 所以它都只有有幻境啊 所以走火入魔多 但是你要懂得道理啊 同样都是在处境上啊 在一些行处做过 每一个感觉上就猜啊 所以像刚刚讲 连吃饭你都知道啊 但是呢 你已经不同难传小圣了 你是直下在 决体的担当中去深入的 同样在这边参 都是四念处 身受心法 同样是六念处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戒 念师 念天 都是在这边 可是你将来心中所体会的 根本道理不同 阿弥齐巴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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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天狙俩尔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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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天 阿弥陀佛